政府的财政危机啊 我还近期听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呀 说中国这个清零结束啊 一方面是这些勇敢的年轻人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权益 而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地方政府真的是没办法的继续清零了 钱包空了 而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今天在路透社的一篇长篇报道中也得到了证实 说到这个近期啊 这个昨天我要和河滨先生抱怨 有关于中国的道道啊 乏善可陈 大家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啊 习近平集权 中国美国关系恶化 中国的这个间谍气球啊 中国的这个这个啊 实验室亵渎事件啊 引起了世界侧目 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啊 这个立场非常的暧昧啊 阳奉阴为为世界所不齿 就是这么几个几个事啊 大家写来写去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今天路透社一篇长篇报道 的确呢是为我们披露了之前啊 大家在媒体中所没有见到的一些细节 当然了 这个又一些人说啊 说路透社这个报道啊 消息来源啊 不准确不准确 认为这不是真实的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先呢 为大家介绍 路透社的报道写了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请小杨和和平先生各自评点 你们怎么看这一篇报道中的内容啊 路透社这篇报道啊 题目就非常有意思 说呢 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是推动中国结束清零的啊 幕后的关键性的力量哎 第二号人物是谁是李强同志 当然了这个题目本身啊是不是正确啊 我们也值得讨论 按照中国这个我们叫做嗯 这个表面上哎哎哎定一小杨说也想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这个这个这个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我们叫做排名层级 是不是应该是人大是第二位的 有时候是人大第二位有时候是总理第二位 嗯啊这是要看情况 如果是原来的总理去担任这个人大委员长啊 或者是原来很高级别的人担任人人大委员长 他可能就排在前面 他有一个词试的一个排列的方式 对这个 但是到了习时代这个都不重要 就定义一尊嘛 小杨同志同志说的对啊 这个这个我们也真是正确一下 除了第一没有第二可以用第三啊 好咱们再来看路透社这一篇文章啊 说啊说四位知情人士跟路透社说啊 实际上呢中国的一些高层官员和医学专家呀 在去年呢就一直在私下制定计划 希望能够结束清零 但是当时定的计划基本是什么呢 2022年底逐渐开放 在三月份两会之后形成某一种正常化 但是李强认为时间更紧迫 消息人士说啊 说李强呢是决定要比计划更早的启动开放 主要的是控制清零和抗议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样的抗议活动呢 当时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十分的震惊 而正是由于李强本人的强力推动 在十二月中国就出现了让人觉得啊 前所未料的这种突然的开放 一下子封锁结束了 一下子核酸没了 一下子各种各样的限制都一下取消了 路透社呀 对于知情人士进行了详细的交流 他们的采访了超过六位知情人士 结果呢就发现原来呀 有关于中国大家认为的重新开放背后的细节 实际上呢是值得更多审视的 这个消息是说呀 在十月呀当时召开了二十大 习近平呢获得了第三个任期 当时啊中央呢还把清零政策表扬成是 某一种这个这个中国的积极成果 清零政策完全正确等等等等 但其实啊在十月结束之前 就有一大批官员在北京开始讨论如何放松清零 如何结束不可持续的清零政策 而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王沪宁 在十月底啊王沪宁就与中国的顶级医学专家和高级官员 进行了一次闭门会议 当时呢在场的还包括来自中国宣传机构的官员 那么据参加这一次会议的人向路透社透露啊 在会上王沪宁是反复的来问啊 与会的这一些专家最坏的情况下 咱们如果结束清零会造成多少人死亡 王沪宁最关心的是会死多少人 同时呢王沪宁敦促要研究不同种的这个叫开放的可能性 制定各种类型的重新开放的路线图 共中央选择 当时呢国家卫健委的官员呢 就提出了全面重新开放的基准路线 其中也指出一个关键 就是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必须要提高 但是当时地方一级的党务以及医疗卫生官员呢 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有地方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啊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 不是我们要放宽还是我们继续清零 而是我们地方上啊已经根本就没有在能力 没有这种能力去执行清零政策了 其中有一位官员路透社文章中介绍 是北京的一个区籍政府的官员 就介绍说北京啊地方政府 他所在的这个区籍政府啊 在去年一年就在控制疫情方面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三百亿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财政负担呢 对于北京的次级地方政府都是难以为继的 那么对于其他的地方政府来说 就是不管你让不让我们继续清零 我们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清零下去 就是你不能说受死骆驼 你把我的血炸了也要喝呀 就根本就持续不下去了 这呢 石路透社这个文章中啊 所透露的一个关键的消息 同时呢 还有大家之前很有争议的 有关于中国真实的疫情数字到底是多少 据路透社引述中国最大城市之一的 这个疾控中心的一位官员说啊 在秋季的时候呢 实际上中国就出现了感染率的飙升 秋季还没有结束清零啊 在结束清零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趋势 结果呢 负责统计数据的这些工作人员啊 就来问疾控中心的管理者 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太高了 像公众报告的数字是不是要低一些 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疫情啊 还是在控制之中 而这个官员向路透社说啊 说我们这个数字啊 我们这个削减这个这个程度已经达到多少 达到百分之五十 他同时说啊 说地方当局啊 真的是已经没有钱了 疾控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都在减工资 哎 这个消息也十分有趣 就有关于中国到底这个疫情的反弹啊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在清零之后才出现反弹的 实际更真实的情况是在秋天的时候 疫情的数字就已经出现反弹 已经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的时候呢 啊负责整理数据的人啊 就会来询问中心控的相关人士 就这个数字咱们到底怎么报啊 是不是要向外界传达出这种信息 就是我们已经控制不住了等等等等 然后呢就涉及到路透社这一篇报道中 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李强本人的作用 我们还记得李强被任命成为总理之后啊 外界对于中国结束清零 往往是时间表延后了 认为呢李强啊在上海经历了 这个这个非常严酷的封锁 现在呢反而是被提拔了 因此呢各地可能会纷纷效仿上海封锁模式 咱们一封到底啊 不要说2023年2027年 只要一个疫情还有咱们就继续封下去 但是后来呢发现实际上情况是正好相反的 李强的崛起反而是和中国加速结束清零相吻合的 李强啊在上海这样一个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啊 可以说呢是进行了两个月的痛苦封锁 对于李强自己的声誉啊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但是啊消息人家向杜特舍介绍 李强在这个二十大之后呢就作为了党中央真正负责啊 有关于防疫工作组的组长 开始呢啊将政治局经常进行报告等等等等 而在十一月十一日当时中国公布了二十条放松限制 其中的背后就有李强的手笔 而其实大家仔细回想当时的一些细节 习近平本人呢对于一些防范措施 其实呢已经开始有放松了 比如在北京啊和海外出现了一些公开的露面 而在公开露面的时候呢没有戴口罩 再比如呢他在十一月十四号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前和拜登会面和特鲁多会面的时候呢都没有戴口罩 就是习近平本人呢其实已经出现了某一种宽松 当时啊习近平自己呢也是支持要渐渐的脱离啊这个这个严厉的封锁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但是啊消息人家路透社说中国这个放松一开始 结果呢每天的疫情啊就出现了大幅的增多 习近平又开始动摇了说咱们是不是重新啊得严格控制 但是当时有一个人物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是李强 十一月十九号当时呢习近平是结束G20会议啊 从这个国外回到北京 当时习近平自己态度呢是说就是说咱们这个疫情反弹了还得控制 李强呢就抵制住了来自习近平的压力啊要求呢 就是说咱们得重新开放重新开放不法不能停 结果呢情况是病毒继续蔓延所以呢李强就亲自做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鼓励地方的党政官员要坚持二十条放宽不能变啊 这个结束清零必须咱就得这个咬牙做到底 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啊李强就就去鼓励啊 包括当时的石家庄在内的一些官员 这个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石家庄是停止了这个这个社区检测 结果呢每天都出现了几百名新的感染者 当时社交媒体然而出现了很多对于石家庄的讽刺啊 甚至呢是有的地方小区啊打出了这个横幅 说坚决不能学石家庄摆烂啊 我们坚决支持动态清零等等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 实际对于石家庄来说他们的这个政治压力是很大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因此呢李强对于他们的这个定心丸就十分的关键 在这个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卡特尔世界杯足球赛 这个赛场上啊坐无虚席 没有人戴口罩啊 这个中国的球迷在自己的这个家里一看直播发现 哇全世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只有我们还天天在在戴口罩啊 导致中国就出现了民怨和不满 十一月下旬最后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出这个出发了 就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出现火灾之后 全国各地的抗疫 后来呢习近平在公开场合说 是大家特别是年轻人 对于啊疫情等了三年等累了 他同时也强调说现在呢奥密克戎在中国占到主导地位 而不是像德尔塔变种这样死亡率更高的变种 因此呢习近平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啊 在和欧盟官员的会议上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声 大家呢心里也就基本知道了啊 看来呢放松这一条路是啊 光河之水啊向东不复回 不可能再继续收紧了 但是在十二月七日真正的关口到来 中国宣布对于之前的防疫政策进行全面修改 不管是之前的封锁 不管是啊强制性的核酸 旅游限制等等等等突然一下全部放开 最开始啊大家计划啊 就是中央的计划是什么呢 虽然是放开 但是咱们还得定期核酸啊 避免呢出现大规模的疫情犯滥 但是李强啊在背后又继续推手 怎么要放开就彻底放开 导致呢放弃了核酸这样的做法 哎路透社呢在重新开放之后呢 还看到了李强和地方官员的一次会议的书面纪要 其中说啊时机已到条件具备 可以把COVID作为不太严重的壁垒疾病进行管理 因此就出现了现在啊 大火烧遍草原烧完了就完了 中国的这个疫情啊开放的速度 中国恢复正常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哎李强在这件事中的角色和作用 何明先生根据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路透社这一篇报道引述的消息来源 是不是真实的情况 嗯我的朋友担任过路透社北京分社的社长啊 他就到纽约来休假的时候就问我 你在路透社的报道有什么干涉啊 我说你们报道最大的特定是有六个消息来源 四个消息来源 有时候四个消息来源全部是错的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就没有真正的名字 到底是谁 从来没有 或者很少有 这不是路透社记者的问题 这是中国采访的一个恶劣的艰难的反应造成的 这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老是被幽化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因为西方的这些专业记者在中国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消息 这篇报道今天影响非常之大 就是各种媒体都已经中文媒体把它翻译了 但是产生了非常大的误导性的作用 它的好处就是呢 你去了一个线索 这些线索我们在之前讨论了很多 甚至点出了一些关键性的一个角色 就是李强在这一次的清零中间中间办一个角色 他的误导是什么呢 好像给人感觉李强去抵抗了习近平 对吧 如果李强抵抗了习近平 我问他还要当总理吗 所以这个整体的结论 犯了基本上的错误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李强 最开始领到了这个上海 搞的是精准防疫 这个精准防疫效果非常好 国内媒体要吹海外媒体要看 但是后来疫情蔓延 然后各个地方的情况很严重 上海的情况 数据也很严重 这个时候的 举张 清零的人就占了上风 以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的 这个深圳南 为首的 就开始的 在上海进行这个封锁 那你这样一种决策不仅是深圳南的 也是习近平 或者是李克强他们最终的一个决定 因为你要对上海这种封锁 那不是开完全的一个事情 党当然是开了会 对 那么再开始 李强 所表现出来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 通过这种清零的政策所带来的那个 后遗症就是你平时上海认出的挺好 你突然停止 暴露的问题就很多 显示出来李强 你从江苏到了这个 这个上海是不是真的是掌握了这个真实的情况 当时的物流当时的问题非常之多 对吧 所以甚至认为了李强完了 原来说你不要说进常委 你能够到人来去当个副委员长 这是奥米陶夫了 奥米陶夫了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突然之间 李强成为了总理 所以各路专家就开始瞎话了 总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很简单 李强去搞精准的这个防疫也是得到北京的认可 李强去执行清零也是执行习近平的指示 然后接着清零也是李强真的向习近平反映了他所了解的情况 因为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 和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 是本质上的不同的 我们知道 北京人就最清楚嘛 北京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 就是亲密朋友就讲省话 就是说昨天李强 不管是真话和假话 大家都有一点点开开机器 但是点不到真正的问题 那李强呢是习近平的一个管家 一个他的部下 当年在浙江的时候 为了照顾或者是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他就在习近平办公室旁边有个小床 对吧 那么对于他来讲 跟习近平的关系就是说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地执行习近平的指示 但另一方面 他又比较坦诚的 没有他都估计的向习近平报个情况 所以不能把这个东西扭曲成为一个好像 李强敢跟习近平对头干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 这一点我觉得和平先生你补充的是非常有道理 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媒体在报道这样的时候 往往就是大家这个幻想又出来 习上理下这个幻想又出来 老是觉得这个中国内部有一种这个力量 在抵制习近平啊什么什么的 这个呢是 就是对于正确消息的一种 我们叫做 发偏的这种解读啊 但是和平先生你说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吧 有的时候啊 这个往往是在真正信任的时候啊 才可以提出抵制的观点 就像在我们办公室里啊 那我和小阳呢 经常对于这个和平先生的一些路线方针政策啊 我自己杀我杀我们对于和平先生的一些路线方针政策啊进行这个疯狂的攻击啊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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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呢 这个这个极其粗鲁的批判啊 但实际上呢 这可能是我们相互信任的啊表现 那么如果呢平时我们看到客客气气的啊 那么这个对于一届人我们也是客客气气的 往往是因为和他不熟啊 这个呢是这个小阳笑的很尴尬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其实就呃 其实如果你同篇看下来啊 其实是对两个人是有一个一宝一匾的一点点的感觉在里面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李强啊 近期看到国际媒体长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PR团队呀 这个小阳实际上是江振人啊 你看这个这个是不是上海的什么广告公司啊 我觉得其实呃 你就跟和平先生之前说的几乎一样 你把这个文章里面啊 如果换成李强换一个字换两个字变成李克强 那李克强的报告习近平能不能听进去 那就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报道 我觉得你如果说一定要抓出一个你 这个很确定的 一个概念 那就是习近平和李强的关系很铁 这个 但是他这里面还有还有一些很多 包括我们之前都没有公开没有看到公开过的一些细节 包括王沪宁反复问会有 会有多少生命的这个 黎氏以及 李强的一些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操作 可能这个是路透社里面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海外啊 西方啊长期抨击中共的这种清零政治的残暴啊不讲道理 实际上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大家不愿意讲 但是实际上是真的 就是王沪宁 担心死多少人 其实就是 习近平担心死多少人 我们现在清零政策已经结束了 对吧我们现在有些事情开始 可以讲得更完整一点 更完整点就是中国的清零政策 负责了非常大的代价 但是其中一个代价相对讲比较少的就是说 死亡率 不是那么高 你继续讲抱歉 啊我这就讲完就是这个文章我也是就大概的我扫了一遍 呃 首先我觉得在 中国的这个 定于一尊的大环境之下如果说真有一个人只是被描写在正如文章描写的这么出头 那 呃这个人要么就是 呃 被有要么就是要进行一某种情势的下来 对 要么就是 把你抓起来 要么就是要显示出啊这个人是这个一尊的好body 好朋友这个只有这两种可能 这个这个小杨补充的非常的正确啊所以呢这个 嗯其实我自己心里是要是要打一个问号就怎么夸你弄得这么多呀 今天早上就是五点钟六点钟的时候就一个西方媒体来找我就是谈李强的问题 就是李强为什么 啊会怎么样因为一般认为党 党政体制马上进行变改了嘛国务院的权力会下降嘛 啊那么这个他说大家都是普遍这么认为所以带一种同情心 现在就凡是 被习近平欺负的人嘛 大家都会有没有有点期待 我说其实啊 国务院的权力确实是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党政没有理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个李强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比较清楚 不是党政双轨制 双体制 而且说了 我就是个丁小二 以前啊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李强在在这点的时候说政府是丁小二 他现在跑到北京以后把自己放在丁小二的这种心态 那就不一样了 说到说到这个问题呀那个这个 其实在昨天这个南华早报我以前常闻也是介绍李强也是夸李强 但是我一看这份账 夸李强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就没给大家介绍 但实际上呢里面就是采访了在上海 曾经李强有过交道这些外企啊啊这些在中国投资啊这一些啊西方人 哎对李强的看法等等等等最后呢得出的是李强是一个亲商的形象 他是真的有机会把中国带向新的一个啊更好的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我的个人的猜测是什么呢就是李强执政在的不管是浙江也好啊上海也好啊 往往呢都和西方有比较好的接触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跟西方媒体谈呢不是西方媒体不愿意跟你谈而是你得你得愿意跟西方媒体谈 所以很有可能是什么的比较了解李强的这一些人呢 要么是外商啊要么是这个上海当地向来讲比较开放比较熟悉媒体运作的这一些官员啊等等等等 他们呢一个媒体谈这个事情呢往往呢给人呈现就是中国官员更加立体的这么一个形象 不是那种非常客观不是那种非常死板的一个形象啊 因此呢今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假象 好像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骂习近平全世界媒体都在夸李强 李强同志小心小心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被夸是好事 但是呢啊主要是你可以被夸但是你不能比老板被夸的更多啊 相当来讲我和小杨也有这个压力啊 因为大家老是骂和平先生 哈哈哈这个说完了这个这个路透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